被案例掌目的心情 一方面是觉得感恩 一方面呢又觉得战惊 感恩的是因为上帝愿意使用像我这样平凡的人 他使用我也拣选我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觉得战惊 因为被案例掌目表示说要预备心去承担更大的责任 所以呢请求大家为我祷告 在祷告中来纪念我谢谢